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中国古代政治史和宫廷史上 太监是非常重要而又特殊的一类人 相对于天下人 太监只是数量很小的一小部分 但在封闭的皇宫中 太监却是一个庞大的群体 他们常伴皇帝左右 伺候饮食起居 大多数终身庸碌而卑微 但太监中的少数佼佼者 却能够接触到国家最核心 最重要的机密 在某些非常时期 甚至能够左右朝政改变历史 太监也是一股不容忽视的政治势力 随着一百年前地质时代的结束 太监这一群体 已经永远绝迹于历史中 只留下少量的照片和档案 供后世去解读 那么今天的我们又该如何去认识他们呢 北京社会科学研究员 中国紫禁城学会副会长 严重年先生 做客百家讲坛 为您带来系列节目 大布公第三部 第十集 宫廷太监 今天我讲的题目是宫廷太监 皇宫里头啊 普役人员 主要是两种人 一宫女 二太监 今天讲太监 一太监群像 太监什么样 我想在座的电视机前的观众 绝大部分 99.99% 可能都没有见过太监 我见过太监 上个世纪 五十年代初 北京北昌间会计 似乎从一个四个院 里头住了三四十个太监 我到那个院里去 遗憾的是 那时候没照片机 也没录音机 那时候要录点像 录点音不得了 这太监跟我印象 第一个特点呢 就都像老太太 都落了腰 说话 尖嗓 这是我亲眼见过 而且我跟他们一块说过话 当时上中学 还没有研究青史的这个想法 有的话我肯定做详细记录 那么我们要想看太监 这个形象 在这照片了 但照片它是平面的 有没有立体的 有 就是有两件文物 就是太监的这个塑像 一件是明朝太监的塑像 一件是清朝太监塑像 明朝太监的塑像 原来在北京房山居 上房山 斗徒瑞寺里面 这个太监呢 有一点风度 但还是勾搂着腰 还是女太监的性格 另一件呢 就是清宫太监的塑像 这两件塑像都保存在 现在的公共博物院里头 这个清宫太监的塑像 太逼真了 唯妙唯小 我们从这个太监的塑像来看 它有什么特点呢 这个太监呢 是头戴黑戎宽颜 顶坠红莺的冬冠 就冬天戴毛 宫背哈腰 身穿马蹄兽的长袍 外套湿青色的补服 胸前挂着清浴的巢猪 脚穿清明白底的造靴的 手还握着拐杖 憋嘴无须 没有胡须 面带皱纹 强作笑容 头部难忘千情 瘦博微弯 寒凶甜度 功背哈腰 就这么一个形象 他就有人说这个京剧 为什么小声是唱女嗓 他原来宫廷里唱戏 全是太监唱 所以小声唱就这太监的嗓 后来就这么传下来 这太监太早了 周朝就有 周里天官就有燕人 后来汉唐宋渊名称一直延续下来 太监有好多类名字 什么太监 宦官 内奸 中官 活者 燕人 名字很多 但是明清的时候通用的 宦官 太监 这个比较通常用的 这个太监 大家对他知道太少 有个叫宫女谈网路 里头记载太监 每人太监身上都有两样东西 一个是有一块大毛巾 一个 裤子 膝盖 有个护膝 太监为什么有个大毛巾 在这腰子围着 夏天 塞浮天也围着 我开始 我原来不知道 为了什么 说这个太监 他就阉割了 他这个小便 滤滤拉拉 他有时候就截止不住 就尿很自然 万为六和万为神 年纪越大越厉害 所以太监 腰子围了一块大的围巾 就是现在那个尿不湿 还有一个 就是他膝盖 一年四季都有个护膝 为什么 就是太监老得跪着 见人就跪着 他跪着有时候是平地 有时候跪在石头地上 有时候跪在沙地上 有时候他各一下 他一年四季都过 大太监 他的护膝也高贵 说李莲英的 他那个护膝 是金丝猴的皮做的 一般的小太监做不到 太监是终身的 小时候入宫以后 就一直延续下来 一般的一直到死 太监 做宫行有几种 一种受宫行 一种出自愿的 小时候家里还有一个 自宫完了就送到宫廷里头去 太监待遇还可以 大太监一个月八两银子 一年九十六两银子 比一个直线还多 他有其他赏资 大家知道这个直线 你是要考进士 有人考到三十岁四十岁五十岁 你才考进士 然后有圈 你才能做个直线 是不是 他这小时候 熬个大太监 就能一个月的八两银子 小太监 一个月二两银子 那也还是很丰厚的了 但是他在社会的最低层 被社会的人 特别被皇帝 认为是低贱之人 明朝宫里头多少太监 我说出的数 大家都要一声 明公太监的数字 康熙亲自问过 原来明公老太监 说明公太监十万人 吃饭的时候忘了供不上 日有饿死者 这数也可能夸大 但是说明明公太监太多了 我举一个例子 明朝正德十一年 一五一六年 招数太监 一次单项的 一个项目 招多少 招 自工男子 三千四百六十八人 一次啊 招三千四百六十八人 天启元年 一六二六年 一次 招太监 三千人入宫 注意啊 还有些自工的太监呢 两万多人排着队 要录取 后来怎么办呢 增加名额 增加一千五百个名额 就这一次啊 皇宫招数太监啊 四千五百人 一次 可以见这个太监数量是很大的 清朝太监少一点 一般呢 在两千到三千这个数 这个太监的机构呢 明朝是二十四衙门 十二间四十八局 一共二十四个衙门 丰公海系 清朝缩减到十三衙门 十三个衙门 康熙的时候又成立一个总的管太监机构 叫静室房 在什么地方 静室房 千青门 南武 西面我讲过是南书房 东面对应的房子 静室房 这时候他离皇帝很近了 历史上东汉 晚唐 还有明朝 三次太监之祸 宦官之祸的高朝 清朝比较注意这个问题 没有那样成大的宦官之祸 有了一书说 千龙身边太监特选的三个人 一个姓秦 一个姓赵 一个姓高 千龙帝说 秦赵高爷 我一喊他们就警惕我 避免秦是皇 赵高爷 这个宦官之祸 在清宫 重演 太监是中国地制的时代 摧残人性的一个缩影 由于心理扭曲 又地位特殊 太监对朝政的破坏力 往往更加巨大 广告之后 马上回来 今天的我们 已经无法想见 数百年前的人们 是生活在怎样的环境中 才会有这么多的人 狠心自残 抛弃尊严 去追求一份 看不见未来的保障 心理和生理的双重伤害 使一部分太监的身心 逐渐偏离了正常人的轨道 他们的野心与贪婪 自私与狭隘 都会用不同的方式 施暴于国家与朝政 小则害人 大则乱政 那么太监之祸 究竟是怎样的呢 有些朋友说 你是不具体说一说 太监到底怎么情况 所以我分开说 把明清太监 有奸者也有贤者 我分开说 二 太监之奸 奸命那个奸 我们中国历史上 太监专权 祸国殃民 有三次高潮 一是东汉 二是晚唐 三是明中 明朝中期 东汉从汉河地留照 九岁登基 到汉灵地留红 十二岁登基 连续八个皇帝 他们继位的时候 平均年龄啊 连续八个皇帝啊 八点六岁 他们平均受灵 活多大岁 平均受灵 二十一岁 他们怎么 做了皇帝 怎么又 不做皇帝 太监操作 或者扶上去了 或者拉下来 或者给杀了 或者给囚禁起来 小皇帝 继位 他这个外戚专权 他妈妈娘 大点之后 就要摆脱外戚 依靠谁 就依靠身边太监 就太监专权 外戚专权 太监专权 来回怎么反复 朝政紊乱 是社会动乱的一个重要原因 到了晚唐 太监专权也太严重了 晚唐从汤县宗李纯 到汤昭宗李叶 先后九个皇帝 全部都是由宦官 给竖起来的 结局也是由宦官给拉下去的 或者被杀死 或者被废硕 或者被拥立 或者被囚禁 被这个宦官拥立的一个皇帝 叫唐一宗李崔 就宦官扶上去 他死了以后 他这个儿子 好几个儿子 这个太监看上 这最小的儿子 叫李轩 要扶他 他上帝有好几个哥哥 把他那几个哥哥全杀了 就扶这个小皇帝 这小皇帝多大 七岁啊 十二岁 那么十二岁 宦官立了 这小皇帝 当然就变成宦官手中的 王偶 明朝啊 朱元璋开始注意了这个问题 后来严重了 我前面讲过 明英宗时候的王振 明武宗的时候刘锦 明喜宗时候的魏忠贤等等 官和换结合 形成燕党 燕党乱政 杀害忠良 这是明朝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明朝朱元璋说 皇官不能干政 皇官不能欲政 欲政就斩 就杀头 永乐皇帝呢 他就开始用这个皇官 越来越严重 明朝宦官 除了我讲过那些以外 王振 刘锦 魏忠贤 等等以外 我今天再讲几个 明朝宦官里面的奸命 一 李广 李广啊 是洪志时候的太监 这个洪志啊 我讲过呀 他爸爸是成化呀 就是他到六岁了 头发还没理过 胎毛还没理 拖着地 跑去见他爸爸就这个小皇家 洪志皇 他继位之后 就重用的坏官 因为宦官张敏 从小卫着长大的 对不对 所以他很感激宦官 没宦官才命就没了 他的宦官比较重视 这李广是大太监了 有一个富家子弟 姓袁 叫袁相 这富家子弟 是异想天开 想吃天鹅肉 想娶个公主回家 那怎么娶啊 那就都花钱吧 贿赂吧 贿赂监 李广就说你给宣托 说成了 就成化地同意了 这个原先啊 是个浪荡公子啊 你这个金枝玉叶 怎么能配到那去啊 这明朝有一个好处 有一些官员呢 很政治 写奏章 到皇帝那 告 一看这不成体统啊 怎么找这么一个人呢 废了 把徽约啊 给毁了 皇帝公主啊 订婚是天下都不告 皇帝毁婚啊 成何体统啊 你不成为天下孝堂 这婚还是毁了 这个李广啊 是一记不成 是又生一记 别人就想他告他 弹贺他 皇帝弹负他 他在这万寿山上修庭了 叫玉秀庭 有时候这不吉利 你把这龙脉给压了 不久清天宫一着火了 叫官就谈和 都是用我这个李广啊 哎 破了风水了 借着茬来揍他 太后也不高兴 说今日李广明日李广 都是李广惹的祸 这话传到李广 李广害怕了 肯定要杀他 引进自杀 自杀以后这事还没完 就洪志帝啊 抄在家 看看家里有什么艺术 其他没有 抄家里头抄出一本账 账簿的账 某某某人官员 送他黄米几千代 某某官员送他白米几千代 这账簿呢 就到了皇帝那了 皇帝说这个李广 我知道他饭量不大呀 他哪吃了这么多的黄米 白米 一个人就送几千代 有的书说 记载啊 就洪志说 说我到李广家去过 见他们家 没有那么大粮餐啊 装不了那么多粮 别的官员就给皇帝说了 说此隐约 这是隐晦的话 黄米呢 是黄金 白米是白金 某某官员送李广黄金 几千两几万两 送他白银 几千两几万两 这个李广呢 也没有好的下场 最后印针自杀了 酒鬼酒赋予香 提示您精彩继续 俗话说 宁得罪君子 不得罪小人 在中国古代 更不可得罪太监 清朝就有人 因得罪太监 而家破人亡 广告之后 马上回来 太监 按说他没有什么权 皇帝身边 但是注意 你不能随便得罪他 得罪他的话 就没好过的吃 我讲两个故事 得罪了太监的结果 第一个故事 第一个故事呢 说的这个广兴 他爸爸是高进 做过大学士 所以这广兴 咱也不得了 广兴呢 有一天在这个宫里头 和这个太监 这个太监呢 叫俄罗里 这老太监 都气饿着了 广兴的年龄 比他小一点 广兴呢 他就在那坐了 太监呢 跟他对面坐了 就跟他 拉话 聊天 这广兴不干了 马上站起来 清朝有一句话 一岁主 百岁奴 就他尽管叫他一岁 他是主子 你太监一百岁 你是奴才 奴仆 这个俄罗里 你虽然七十了 还不到一百岁了 你是奴才 那广兴虽然 虽然没你大 一岁都是主子 他演藏不止一岁了 他觉得 我爸爸是大学士 你太监呢 是不是啊 一岁主 百岁奴啊 你跟我平起平坐 跟我一轮 就站起来 就很不高兴 甩了一句话 说 汝被燕人 当静谨势力 安德与大臣论事一呼 你们这些燕过的宦官啊 当站着 势力恭恭敬敬的对着我 你能怎么跟我 论这个论那个 这俄罗里啊 没坑声 心里头 解下仇了 对着广兴恨之如骨 就心急暴露 牛天宫里头 就插这个零罗绸缎 一查呢 这术不对 质量又不好 这皇帝问这事 俄罗里就说了 就是有广兴在中间作弊 皇帝就问这广兴 广兴说没事 都是这个裁剑 他们的不好 皇帝又传旨 斥责这个 广兴 宣旨让谁炫呢 是让那俄罗里宣旨 俄罗里宣旨完了以后 回去告皇帝了 说这个广兴大不敬 我宣旨他不站着 又不跪着 他不跪着 他坐着听 这事是真是假 你谁没法合对啊 他到皇帝面前给你 小心一串 你能合对吗 皇帝大怒 这时候对他 补满了一些官员 群起攻击 初一 论斩 皇帝大怒 我说皇帝 是嘉庆帝 嘉庆帝活了 把这大学士之子广兴 他是适了 还兼得内务府总管大臣 这么大的官 官起来 完了做了三条决定 一 出展 杀头 二 抄家 三 把他儿子流放到吉林乌拉 得罪了一个小人 最后老子没有结果 当然还有其他原因 再一个是道光帝 嘉庆儿子道光 这人叫戴希 戴希有文才 进士 自写的好 画也好 在南书房 是指 道光也很喜欢他 让他到南方 到广东 学证 去做事情 林总跟他说 读万卷书 走万里路 你到广东 这一路 能看到很多的名山大川 你心情会开阔 你字和画会更有进步 这么一个人 他得罪太监了 道光皇帝说 有时候皇帝给提个字 他就提个字 挺高兴提 因为他南书房了 提字后 他就离开了 道光一看见字 字写得不错 其中有一个字 是贴提字 有人解释 做一体字 这字可以多种写法 道光皇帝 就让太监传旨 告诉他 改过来 如果太监跟说 皇帝哪个字 觉得你一体字 把那字也改过来 他就改过来了 太监的时候 使得个小坏 说你那个字 皇帝不满意 让你再写 他以为什么 就让我重新写一遍 所以他照样重新写一遍 太监拿给刀 一看 我让你改 你没改 你不还一碗抄过来了 而且 这时候太监 添了一家错 刀光 坏了 认为这个戴希 抗旨 这得了 这字又大了 抗旨 念之 八官 回家 官丢了 酒鬼酒 富玉香 提示您 精彩继续 明清皇宫中的宫女 用他们的美貌和心血 专为地后服务 然而 他们的最后出路 究竟会是什么 敬请关注 大故宫第三部 宫女归院 宦官之祸 虽然物国物民 但历史上的太监 也并非全是恶人 他们之中也步伐优秀者 为国家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前有东汉彩轮改进造纸技术 推动人类文明进程 后有明朝政和带领船队扬帆海外 构建中外文化交流 而明清宫廷中也有许多善良的太监 他们心无偏思 为朝政的建设 起到过积极的作用 我刚才讲的是太监的奸者 太监也有贤者 所以我讲第三个三 太监之贤 太监里面的贤者 我讲几个人物 简单给大家介绍 第一 郑和 郑和呀 主委率领了一支庞大的舰队 下西洋 一直到现在人 非洲的马大家斯加 经过三十多个国家 这是世界航韩史上的创举 也是中外 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创举 我去新加坡 去马来西亚 我都一定去马刘加 那里有个庙 祭奠这个政和 国道那个政和的庙 那里的一战 我肃然起敬 他们为我们祖国的文化 和中外的影响 做出巨大贡献 第二 侯显 侯显是斯里坚的少监 永乐皇帝派他出使 乌斯藏 现在的西藏 有人说西藏不是中国的 元朝就是中国的 明朝就是中国的 清朝还是中国的 永乐皇帝派他去 出使乌斯 代表皇帝 回来以后 永乐皇帝在南京奉天殿 接见他 又在南京054 举相圣大法会 欢迎这个侯显 明史侯显传 记载说 显有才辩 强力改任 无始绝育 牢记与政和 有才感 有勇气 有毅力 先后五次 出使绝育 那时候不行 或者起码 或不行 到拉萨 如意 他的功劳 和政和 可以逼美 如何政和是冠军的话 那他是亚军 政和是金牌的话 他赢牌 其实现在就叫做双合 是吧 俩是双合 都有贡献 第三个 怀恩 怀恩他爸爸是做官的 挺大的官 他爸爸犯罪了 吵架了 他小孩子 他特小 把他给受了攻刑 给个起名 怀恩 还得怀念朝廷的恩德 但是这个怀恩 有志气 在工程里做太监 做做私立间太监 这怀恩 有好多的事情 我举几个例子 第一件 有一个官员 叫林俊 这林俊就上书 弹劾其他的太监 这奏书就到皇帝那了 从皇帝一看 这个怀恩奏书 就生气了 抓起那个厌材 就打这个 抛向这个皇帝 打上还没打上 这历史没记载了 皇帝还是 跪着 给这个林俊 求饶 要林俊是对的 皇帝还是不理 他就走了 走了以后 他怎么办 他说他病了 真病了 还抛病后 咱不说 反正是一种反抗 成化地 事过了 就火一消了 说这个太监 对我特好 我干嘛 那咽子砸人家 自己觉得也不做 拍御医 你不是病了吗 给你看病 火消了想想 就怀恩的意见对 林俊赦免就赦免了 我再讲第二件事 有一个人叫张锦 送这个宝石给怀恩 我想这个宝石 大概是价值连城的宝石 干嘛呢 就托他求个官 求个什么官呢 就在锦一位 做个官 镇夫就是一个 负责的官 火焕那说了一句话 这话说得太好了 火焕说 镇夫掌诏狱 奈何以汇尽 这镇夫司啊 是掌诏狱 皇家那个监狱 管人命生死的事 这么重要官 怎么能拿花钱买呢 拒绝了 你送我珍贵的 价值连城堡人 我也不能卖官给你 皇帝面前说好话把这官卖给你 说一个太监呢 不容易 我再讲第三件事情 这个吏部尚书叫王树 这个人特别正直 皇帝有些措施不妥当 他就纠正 奏书 皇帝不高兴 免了 就把这个吏部尚都免了 这怀恩呢 就在皇帝面前说 说这个吏部尚 王树啊 怎么忠于江山设计啊 怎么为人正直啊 皇帝的气消了 再收回证明 再回来坐 王树太正直了 回来就又探个别的事情 皇帝又生气了 又免了 皇帝死了 新的皇帝上任 他又说着 王树怎么就又招回来 到朝城 接了座上书 那么这王树给怀恩什么关系呢 明史怀恩传说 一时正人会晋 怀恩之力多也 一个时期正人君子 会晋一起 进到朝廷那 朝廷所用 怀恩那出的力啊 多也出了很多力 就没有他 也没有这人的会晋 就做一个宦馆 皇帝身边的宦馆 花千埋 拒之 主持正义 是难能可贵的 这几个都是明朝的 清朝宦馆呢 大家一说清欢 就安德海啊 什么李列英啊 李列英安德海 做的坏事 跟明朝那个刘锦啊 王振比 那还是小无间大物 清朝宦馆也有比较好的 清朝宦馆 我讲一个例子 这个宦馆叫张进忠 这宦馆脾气大 小幻光不好料 啪 抽别人嘴巴 外号叫嘴巴张 就老打人嘴巴 他是有脾气 有脾气 打小太监 也不妥当了 但是这个人呢 大街上 很正直 他是遇前太监了 他就 拿了一个奏章 到家境 家境啊 这个时候啊 没有正经危坐 邪的那么那么 他就在门口 捧奏章不借 家境怎么回事 怎么不借来 这个嘴巴张啊 就跪下就说 焉有万圣之主 卧篮天下奏章 哪有皇帝躺着呢 卧篮天下奏章 哪一说道理 家境皇帝还可以 马上坐 端坐 他进来把奏章递上来 家境提 这家境皇帝 还有些故事 我稍再说一下 就是皇帝啊 天多热 是不能晒扇子的 北京夏天很热的 是不是啊 我们现在有空调 有电风扇 有一天呢 这个天太热 福天嘛 三五天嘛 这家境皇帝 是晒扇子 他要接见大臣 正晒扇子 外面这个 要接见大臣 就喊 就要进来 一脉腿 赶紧把扇子藏在身后 我已经坐好 接见大臣说 皇帝有皇帝的礼仪啊 这叫战有战相 座有座相 做皇帝也得这样 我讲过啊 那雍正皇帝 老师讲课 他听课 翘了二郎腿啊 老师不是按着 点了一句吗 雍正皇也不好 看你们二郎腿发 做好了 庭老师讲课 我们这个中华是礼仪之邦 你皇帝也得最受礼仪 今天我讲了 宫廷太监 在这个人群当中啊 太监呢 也是人群当中的一个群体 既有贤者 也有小人 贤人 千者 嫌少 小人一个 嫌多 君子千人不多 小人一个 就不少 这一个小人 可能伴着你啊 最后命都没有了 我讲了几个太监的小人 一个是命没了 家超了 儿子流放到基里 一个是物质难书房 对不对 得罪了一个小人 再见 八官回家 饭碗丢了 所以我说 人呢 要多包容 亲君子 防小人 下来讲一讲 宫女归院 谢谢 快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